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我們在於大觀園的這個專題的部分呢 我們終於要進入到第九項 這個呢又會花很多時間 我非常的擔心 可是沒有辦法 因為大觀園的設計本來就是根據 其中這些重要的角色所量身打造的 所以呢 這些細節我們都還是只好一一的提醒大家 那麼這個第九個小單元 就是有關這些重要屋設的內部設計 跟他的居家佈置 那尤其就這個內部跟居家佈置而言 他特別能夠跟這個屋主的這個性格 更為息息相關 因為你家怎麼佈置 是不是就你的房間 就完全就是體現你的風格嘛 對不對 照這個邏輯的話 房子通常是 這個字是一個錯字啦 房子通常是人類內在心靈的延伸 那麼象徵人格及其意識的層面 那他們呢 完全是一個富貴場中所開闢出來的溫柔鄉 所以尤其加上他有數十個人在服飾 所以那個空間的擺設啦各方面的這個清潔秩序等等 都可以受到很好的維持 但是除此之外這個空間到底要怎麼去安排 那當然屋主就有他自己的權利 而這就完全體現出他的性格 所以我下面給你們一段話 就是要注意第17回賈政在遊園過程當中 特別問了賈征 不要忘記賈征是不是就是 整個大官員的調度過見的主事者 對不對 他就問賈征說 這些院落房羽病 積案 桌椅都算有了 那還有那些障漫簾子 並陳設的萬器古董 殼也都是一處一處合適配就的嘛 好 那請注意喔 所以顯然從可也是的這個連接詞 有沒有注意到 顯然他的那個院落房羽跟積案桌椅 乃至於那些障漫簾子啊 陳設的那些萬器都是量身訂做的 了解嗎 所以他下面也用一個也字來表達說 那是不是都是一室一室何處配就的 那當然賈征的回答是都是何是陳設 你們的講義漏了一句自己可以補 賈征就是回答說是何是 那什麼叫做是呢 請你們注意喔 《紅樓夢》裡面常常出現這個是字 就是這個字的用法 跟我們今天其實是一樣 只是我們已經把它當作是一般的口語 使用的比較寬泛 那《紅樓夢》裡面的是字呢 其實就是樣式 照著這個樣式去做 這個叫和式 總而言之所謂的和式陳設 當然就是指說照著這個烏羽呢 的各種不同的設計 我們呢就專門為他提供 可以配合的很協調的那些陳設的氣望 好 所以我只是要提醒你們 在這樣的狀況底下呢 原則上大觀園中的每一個重要的處所 他的各種安排就絕絕對對 跟這個屋主的性格 精神特質 跟他的心靈狀態 完全是一體的兩面 然後是彼此互相定義 彼此互相異稱 那當然呢 第一個我們首先就要來講《怡紅院》 我給你們的講義比較簡要 所以有些小東西 就只好請你們自己補充 那怡紅院的特徵呢 是五開間對不對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 而他同時也擁有抱下 這樣子的一個重要建築物所 會有的一種附屬的這個建築形式 那所以呢 請各位看一下他是五開間 我們上次有提醒大家 那麼怡紅院跟紅烏院是兩處大地方 而他們的大呢 都體現在五開間的這個建築規模上 那所以他也是金玉良音的 另外一種體現的方式 尤其紅烏院是不是最接近 整個園區正中央的正殿對不對 那這個在在都可以看得出來 所謂園外的這個現實世界的 門當戶對的這個觀念 可是呢 我要提醒你們另外一件小事情 這個五開間啦 的五跟林黛玉啊 炭春啊等等其他姐妹們的 屋舍的三開間 那麼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除了說大小本身就可以體現出 我們的一個高下 那麼價值高下的判斷之外呢 五跟三事實上也有呢 這個數字上面的一些象徵意涵 那麼所以我下面就做了一個補充 三間跟五間的一個潛在象徵意義裡面呢 要從中國文化對這個數字 所投射的很多的文化意涵來揣摩 那麼請你們注意 三這個數字呢 透過學者的研究 從各種文獻中所隱含的一些宇宙觀啊 一些這個思想啊 我們大概可以推銷出來 三是被視為所謂的數之小中 什麼意思呢 就是指喔 它就是最小的一個數 一當然是一個起源 可是呢 它基本上是起源的那個範疇 那麼當它開始演化發展的時候呢 它一般認為三 它就是數字裡面最小的 它當然代表多樣 可是這個多樣只是一個基礎 所以下面做了一個補充 所謂的數之小中的三 它是萬事萬物生成發展的基數 也是宇宙創化的單元 那這個是學者研究出來 在中國文化裡面呢 尤其是比較古老的時代 他們對於三的這個神秘數字的一個理解 那麼五是什麼呢 最有趣了各位 五呢也被古人定義為中數 中間的這個數 那麼它是在四方的古老觀念基礎上呢 因為四方不就是有四這個數字嗎 那四再加上中間這個數呢 就總共的構成五 所以五基本上就叫中數 所以這個五的這個數字 是在四方的古老觀念基礎上 跟居中的這個觀念同時發生的 而居中這個概念 我們之前不是在講 原非回來醒清的時候 要升降起坐的那個受理的那個正殿 它是不是就是居中概念的體現 有沒有 就是王者統律四方的那個象徵意義 所以我們的橫吾苑跟依弘苑 之所以也是五開肩的這個五 各位就可想而知 它基本上呢 也是帶有這種權威的意義 然後呢 那麼請各位看一下 既然呢 中永遠是萬物象星力的所在 也是天跟地相溝通的聖地 所以呢 這個五字啊 某個以來講是被視為呢 在此建立起人類社會的小宇宙秩序 所以它的代表色也就跟黃色 這個黃連結在一起 那麼它們的神聖性質 跟它們的權威啊 尊榮感啊 其實都是來自中的這一個位置 所以它就躍升為宇宙論模式 那麼最具有權威性的代表的一個聖數 它是神聖的數字 那所以呢 我想這個是 這個是大陸兩位學者 對於中國神秘數字的一個研究成果 我覺得放在這裡理解 為什麼紅烏院跟宜宏院是五開肩的 這個背後更深的意涵是有幫助的 當然請各位注意 之前我們用五跟三呢 只是單純提到它們大小 那大小當然本來就很清楚 可以看出它們受到重視的程度 那麼如果再加上數字的象徵意義呢 那五的這個居中思想 統一四方的權威感 那作為一個神聖數字 當然就遠勝過於三 因為三只不過是一個 所謂的數之小鐘 只是一個基數 那這當然差別就更明顯 這個是請大家注意的 然後呢除了這個五開肩之外呢 這個豹下我們之前講過 確實《紅樓夢》裡面很多呢 這個凡是重要的建築物 都帶有豹下的這個形式 我們上次有提過王夫人的住所是不是就有豹下 那這個豹下 以後你們可以稍微自己注意一下 我們就不在這邊多談 然後請大家繼續往下看 那麼我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詞 幾個禮拜前有提過 也有同學私下跑來問 我那時候賣個關子呢 因為這個論文我現在終於寫完了 然後所以我可以更完整的告訴你們 我們的儀宏院是不是裡裡外外都被設計成 像迷宮一樣對不對 大家走在裡面會左一架牆右一架書架 然後就迷路了 要讓賈珍來帶領大家突破重圍 然後呢走到後院了 都已經出了這個建築物了 是不是又迷路了對不對 怎麼這麼奇怪呢 為什麼只有儀宏院被設計成 一個微型的迷宮 那麼它到底有什麼意義 所以呢我下面就簡單跟你們說明一下 我只挑選比較重要的幾個特殊的詮釋 那我覺得這些特殊的詮釋 當然都是西方人他們對於迷宮的一個 意義的一個詮釋 然後呢我認為有助於我們理解 賈寶玉的起悟歷程 簡單來說我們賈寶玉呢 基本上他在這個人世間的19年 可以說就是由迷而悟的一個過程 對不對 所以很多人都已經注意到 《紅樓夢》是一部物書 它必須要由這個一般人的一種盲昧 一種無知的狀態 那麼透過啟蒙的過程 然後呢達到一種領悟 然後呢達到一種超越 然後呢甚至呢 你要獲得另外一個情勢的成熟的成長 那這個呢因此呢 這個啟悟歷程是非常複雜而有趣的 這個過程曲折離奇 而且有很多細膩的環節 那這個細膩的環節呢 我後來是透過西方神話學的概念 透過圓形的理論 圓形是archetype的理論呢 我發現《紅樓夢》真是太精彩了 它的整個過程當中呢 整個起悟過程的三個階段 包括出發、變形 也就是起悟 那要看怎麼翻譯 然後呢最後會回歸 總共基本三個階段 可是這個三個階段裡面呢 每一個階段更有很細緻的步驟 然後呢這個是西方的神話學者 就是坦博 然後還不只運用這些理論的人 那麼開發出我們對於所謂英雄神話 那這個英雄神話 當然也不一定就要英雄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些人 他們呢也是都在人生當中去進行這一種 不斷的成熟、不斷的變化的這個過程 其實都會有這樣的一個共通模式 那麼在這個共通模式裡面呢 我覺得《紅樓夢》體現得最為完整 而且最為有趣的多 那因為說來話長 所以假如你們有興趣 我們以後做一個單元來談 那現在沒有辦法 現在只能夠說是 在這個起悟過程當中 大官員基本上就是這一個 起悟歷程三階段當中的中間這個階段 也就是那個Ineation的這個階段 有的學者翻成變形歷程 有的是翻成起悟階段都可以 那麼在這個階段當中呢 當然就要有個花園 因為它代表了就是一個完美的世界 那麼在這個起悟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深入到你的下意識的底層 然後經過一個類似死與再生的 這個模式然後最後才會回歸 回歸當然就是某個意義來講 你就已經完成這個悟道的過程 那這個很細膩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詳細講 你們以後有興趣 我們做一個單元 真的非常好玩 例如說寶玉常常希望怎麼死 你們知道嗎 紅樓夢裡面至少出現過三次 而且我發現連敘書者都注意到 在第100回 寶玉又發出同樣的一種死亡意願 好奇怪的死亡意願 我提醒你們熟悉紅樓夢的人 一下就可以知道 他不是常常跟這些姐姐妹妹們說 你們都不要離開對不對 你們都守著我 等到哪一天我死了化成了灰 灰還不好 要化成了什麼煙 然後風一吹就散了 那時候我顧不得你們 你們也顧不得我了 那時候呢愛怎麼樣就憑你們去就好了 有沒有 這類似化灰跟化煙的這種死法 至少出現三四次 然後第100回又出現一次 有沒有 第100回那一次是 他聽說探村取嫁了 要遠嫁 他就哎呀一聲就哭倒在床上了 然後就嚇壞了 已經變成他妻子的寶釵 那寶釵更在襲人講這件事情 所以把他們嚇一跳怎麼哭得那麼慘 然後去問的時候 那寶玉就說 我也知道女孩子終究是要出嫁 可是為什麼不等我化成了灰 化成了煙 大家再善還不遲 有沒有 所以敘書到底有沒有 好好繼承前80回曹雪芹的巧思 我覺得恐怕我們得要 好好的再認識前80回才有資格判斷 我們總覺得後40回是狗尾續雕嘛 對不對 然後他就被罵的伴子 但是我的研究 我發現好幾個地方 我們的敘書者實際上 他是真正掌握到曹雪芹的原意 那好幾個代表性的情節 被罵得最慘的那些情節呢 我的看法剛好相反 他事實上是完全繼承了曹雪芹的原意 而把他更強烈發展出來的 那這個說來話長以後也有機會再說 總而言之 那這個化灰跟化煙的死法 到底該怎麼理解呢 明明他在大觀園裡是不是活得很開心 對不對 在這個富貴場溫柔下 可是這樣經常提到這個死亡 而且這個死亡的形態 又是這麼的特別 那這是為什麼 所以我覺得我們 我後來又採取另外一套那個啟蒙 從就是所謂成年禮儀式來理解 然後覺得好有趣好有趣 我在做這個研究之前都沒有發現了 然後覺得很快樂 所以我常常誘惑學生 做研究是很快樂的事情 好 因為你有很多的發現 那我現在要提醒的你們就是說 所以這個化灰化煙的死法呢 大概就是在保育所謂的那個起悟的階段 那麼第一個階段是所謂的departure 就是出發或者是離去 然後再來ignation 然後再來當然就是return 就是回歸基本上的三階段 大概就是這種起悟歷程 舉世共通 他有高度的這個普世的這個適用性 那《紅樓夢》裡面也一樣 然後就在中間這個起悟階段 這說實在也是所有的主角 他們在啟蒙過程中最迷人的一個階段 因為在這個階段他會洩購女神 就會跟很多美麗的女子 然後呢就有很多這個有趣的 然後呢迷人的那些相關的遭遇 那我們的保育果然是不是就在這階段 裡面住進花園裡這個完美的天堂 然後裡面是不是有姐姐妹們圍繞 對不對 然後不要忘記我們的怡紅院 是不是也是慶芳西的總會 那西水基本上也是不就是具有女性的象徵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發現說 我們的遺紅院這樣種種的設計 他基本上其實都是 我們保育起悟過程當中最重要 而也是最迷人最有趣的一個階段 那麼這個階段呢 為什麼又把他的房子設計成迷宮呢 這就是我要跟各位說明的 這也就是一個人在獲得啟蒙的 一個漫長過程當中 我們在世界各地包括各個原住民文化 包括各地的傳說 包括一些神話的故事 我們都可以考察出來的一個 非常有趣的典型象徵 就是這個迷宮往往會出現在 一個人要追求成長 然後要超越一個過去的 一個幼稚的有限的無知的自我的時候 你會面臨到的一個很獨特的象徵 好 所以來 我們請各位來看一下下面的幾段隱文 事實上這只有單純的隱文啦 詳細我們就精妙的部分 我們大概也就比較沒有機會去說明了 總而言之 我們先看一本有關迷宮的象徵的研究專書 這是一位法國學者叫阿達利 他很好玩 他是之前法國總統密特朗的哲學老師 然後他就你看他的主標題是智慧之路 所以你看迷宮是要讓你通向智慧的 所以副標題就是論迷宮 所以你能夠通過迷宮某個意義來講 你就是超越人生的混沌跟停滯期 你終於就可以變成你人生之路的主宰 所以他是智慧之路 那麼既然是一個起悟過程 你最後當然要由無知到有知對不對 你應該從幼稚到成熟 所以中間你會經過一個類似迷宮 這樣子的一個象徵性的那個經歷 那我們的賈寶玉呢 他的方式比較特別 他的方式就是讓你住在一個迷宮裡 所以永遠是一個微型的迷宮 那麼在很多其他的故事裡面呢 包括我們的有些戲曲小說也有喔 就是那個男主角他就遇到一些渣男 然後就被丟到一個叢林裡 然後在叢林裡面就很驚慌 因為到處找不到出路 有沒有知道那樣的樹林叢林 是不是也有迷宮的一個概念 所以很妙的是喔 這一種象徵意幾乎是片存在所有 這種主角當他要追尋個人之路 然後要超越自我 然後展開一個漫長的旅程的時候 中間一定會遇到的 他會以各種形式出現 好 所以這個阿嘎利就說 那迷宮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呢 基本上迷宮當然象徵漫遊 因為你在迷宮裡速度絕對不會快 他不是一直線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基本原理喔 所以你要停下來 你的人生要停頓 你甚至要放任自己在一個混沌的 甚至是迷亂的狀態 因為在那裡你是在自我重新拆解 你是在超越最不可控制的那個潛意識 如果你能夠駕馭到那一點的話 你才能夠掙脫出來而獲得成熟 所以象徵漫遊的迷宮 他代表的就是誕生和子宮 很有趣 那你只要通過迷宮 你等於就獲得重生 你已經不再是進入迷宮前的 那個幼稚的無知的自我 那麼相對的就西方的觀念來講 直線代表的就是男性的陽剛之氣 好 所以你看 迷宮本身就有母性的女性的意涵 所以他說迷宮裡面的道路設計 是蜿蜒曲折 然後有洞穴 有岩洞 那麼這些呢 這些都是同義詞 怎麼的同義詞呢 都是母親的象徵 那當然這個是在西方 他們的文明下所區分的 因為對西方人來講 所謂父親就代表理性秩序 社會 那母親就代表混沌 安全 可是就是充滿一種沒有秩序感的 那樣的一個像洋水般的那個所在 所以對他們來講 一個男人 尤其是男人 你要成長的話 你一定需要脫離母親的世界 然後進到父親的世界 所以你一定要通過迷宮 你才能夠重生 好 所以那麼這些迷宮啊 因為曲折蜿蜿啦 象徵著漫遊啦 你在母親的懷疑當然非常自在啊 不需要去奮鬥有成就給父親 得到一個許諾 好 所以這些母親的象徵呢 同時也都是女性和生殖力的象徵 然後下面就很有趣 我實在有點為難 總而言之 他說穿越迷宮就好像穿越女性 因此有的時候啊 他說 我照他的念 因此信譽的通俗詞彙呢 自然與迷宮的詞彙就十分相近 例如像什麼要進入 進入迷宮 要深入 要穿越 好 這個是西方人很常做的聯想 結果呢 下面這個才有趣喔 他說在許多的傳奇故事裡面呢 迷宮的中心通常就會有一個寶物對不對 好 那就是你為什麼要這麼費勁心力 可能要冒著生命危險去走迷宮的原因 因為迷宮中心有待征服的 往往是一個女人 而非一頭公牛 這個一頭公牛當然是他在幽默啦 意思在告訴你說 你為什麼這樣費勁辛苦的 甚至要付出生命作為代價的 去穿越那個迷宮呢 因為這中間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珍寶 而這個珍寶往往就是一個美麗的女人 有沒有 好 所以這個在希臘神話裡面 你其實也可以找到類似的故事 所以 請注意 我引述這段話只是要提醒你們 迷宮這個象徵呢 除了剛剛所說的是子宮 是母親的象徵之外 他事實上跟女性又連在一起 所以在這個in-ancient的這個階段裡面呢 我們的男主角為什麼會洩購女神 那有眾多的美麗的女性環繞 事實上跟這個迷宮原始本來就有的 一個相關的連結 事實上是完全吻合的 好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那迷宮到底跟起物有什麼關聯 那這就是呢 其他的那個西方神話學者 他們所考察出來的 他說一個男主角 當然主要是男主角 不要忘記古今應該說中外都一樣 女性是不需要被啟蒙的知道嗎? 因為女性很簡單 你的人生就是扮演那幾個角色嘛 從一個小孩然後青春期到了 你是不是就嫁人為人妻 作為人媳 最後成為人母 這就是你一輩子扮演的角色 所以你沒有什麼啟蒙的這個經歷可言 所以我們現在講的幾乎都是男主角 那麼男主角的起物過程中呢 他們發現在神話 在傳說 在各式各樣的故事裡面 都有類似的必要的情節 也就是起物裡有一個必經步驟 就是墮入迷宮 那墮入迷宮代表什麼意思呢 就是象徵著這個被祈禱的人 被起物的人 被引導的人 他要重回子宮 然後得以再生 所以人要成熟 尤其是男主角你要超越自我 要成人 你基本上中間就要經過這樣一個階段 所以換句話說 所謂的進入迷宮呢 他就意味著被祈禱者他要重回母體 有沒有注意到 那迷宮本身是不是就是有子宮的象徵嘛 所以你進入子宮 就是重新回到一個重生的狀態 然後預備好你將來可以再一次出生 然後你就脫胎換骨 成為一個全新的人 所以這也是一種 我們在很多的神話或傳說裡面 看到的所謂的死與再生的基本母題 人一定要經過死亡你才能夠重生 而這個死亡當然不是肉體的這種死亡 如果是這種那就完蛋了 永遠沒有機會再生 除非杜力娘 那可是這個當然都是象徵的意義 好 那麼所以重回母體 以進入迷宮的方式去體現 那麼基本上就是在迷宮當中 你可以恢復在出生之前的狀態 那換句話說你又重新歸零 回到那個蛹啊 鹼啊的這種處境 你的細胞 你的DNA重新拆解重組 那你就可以蛻變出另外一個截然不同的 嶄新的美麗的 可以飛翔的抗拒地心引力的生命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 其實從人類的心靈意識的成長來講 其實是非常艱苦的過程 可是呢我們的故事寫得很迷人 他讓這個主角在裡面經過很多的混淆 困惑 自我掙扎 當然也有很多潛意識裡面的 對石與色的丹膩 總而言之有各式各樣的誘惑 各式各樣的迷亂來促使你的重生 各位不要忘記 這個呼應了第五回 凝蓉二宮是怎麼主婦景幻仙子的 他的方式為什麼那麼的奇怪 你終於可以用這個理路來理解他了 我們這是凝蓉二宮的主婦 所以是非常嚴肅的 他不是在開玩笑的 不是那種為了要增加銷路的信銷費 所以我就加進一些香燕的場合喔 不是喔 他告訴你要用什麼方式 讓寶玉可以歸隱入正 是不是要用什麼 隱鑽生澀來緊急吃完對不對 為什麼就是石跟澀嘛 隱鑽生澀嘛 對不對 為什麼要用眾多的女性 什麼什麼之類來誘惑他 好奇怪 這樣子為什麼不會迷途更遠 反而是可以讓他歸隱入正 那這中間的奧妙呢 就不是我們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喔 所以我們現在從這個迷宮的設計 你終於可以體會 原來呢這是普世的 自古到今所有要超越的人 他們大概呢都會在這個漫長的起物追求當中 所遇到的一個關卡 雖然這個關卡以所謂的隱鑽生澀 而特別迷人 但他的功能絕非只是如此喔 好啦 所以呢各位請看一下 就起物主題的角度來說呢 怡紅苑就相當於入門禮 這個入門禮我又是採用那個成年儀式裡面呢 會看到的一個很基本的型態之一 就是有一個少男少年 當他已經該成長了 那麼這個部族的這個長老們呢 就會為他準備一個所謂的成年禮儀式 那個成年禮儀式呢 當然各個部族會有一點不同 可是基本的模式是差不多的喔 其中就有一種就是呢 你該成年了 你不能再像小孩子了 所以我幫你安排成年禮呢 首先有好幾個步驟喔 其中一個就是 我把你從家裡面這個帶出來 你不能再棲息在原先熟悉的 那個孩童的世界 然後我把你關到一個比較偏僻的 獨立的小茅屋 裡面又陰暗然後又孤獨又什麼 你就要就是要經過這樣的一個 被孤立化的過程 那所以小茅屋 你看這邊我就是用那個 西方的這個宗教學人類學 他們就已經都有注意到的一個現象 那麼他們有提到 通常在這個入門禮會使用的小茅屋 也同樣也是被用來呢 象徵母親的子宮 所以你看連男孩要成為 男人的這個成年禮過程中 還是依然用到這樣的一個類似的模式 意義都一樣 就是呢你一定要重新出生一次 那個重新的出生呢 就是你要先自我拆解 先毀掉你既有的原來的那個幼稚的狀態 然後呢再度以一個成人的姿態重生 所以這個入門禮會用的小茅屋 我覺得啦 對寶玉的這個成長過程來講呢 好像跟他的怡紅月 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就是寶玉終究要從一個小孩子 變成一個終於要離開大官員的一個成年人 因為他要歸隱入政 他必須要承擔這個家族的這個 未來的傳承的重責大任 所以你不能永遠像小孩子 所以我要給你安排一個成年禮 而這個成年禮裡面呢 不要忘記我們寶玉是住在怡紅院的 所以呢我總是忍不住就會覺得 那他跟那個一般世界各地 常常會看到的這個成年禮儀式當中 會使用的小茅屋事實上那個功能是非常類似的 而果然他又是用迷宮的型態去設計 那不就是又在象徵母親的子宮 達到了本質上的相通嗎 好 所以呢寶玉是一定要成長 所以我常常覺得 很多人都把《紅龍夢》解釋成為彼得潘 有沒有 寶玉像彼得潘抗拒長大 然後永遠活在一個Neverland裡面 Neverland裡面 我覺得也不是沒有道理 但是呢可能另外一個層面是 我們這一部《紅龍夢》事實上是一部成長小說 好 它終究是告訴你一個小男孩 要成長為男人的這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就非常的有趣 那尤其是在大觀園階段 好 所以下面我們就再度提醒大家 就在所有的文化裡面 這也不是只有中國文化才是如此 那麼研究結果告訴我們說 在所有的文化裡面 迷宮都有意呈現母性意識世界的糾結混亂狀態 這是我剛剛告訴你們的 一個小胎兒在母親的子宮洋水裡 裡面是沒有秩序的 對不對 然後裡面充滿了溫暖的安全的 一種水的溫柔的包覆 沒有人我之分 當然更沒有秩序感 它這個世界裡面純粹只有節奏 只有聲音 那就是被視為是母性世界的一種 所謂的糾結混亂狀態 那但是呢只有那些準備好了 要通過一道特殊的啟蒙儀式 並且進入神秘集體潛意識的人呢 他們才有能力 那麼去超越這一種子宮的 母性混亂糾結狀態的一個人 所以你要先準備好 你才有資格進入迷宮 你才能夠超越 所以一個沒有準備好的人 進入這樣的迷宮 最後是不是就出不來了 所以喔 所以我們寶玉所要遭受到的試煉 真的是非常嚴酷的 你以為《紅龍夢》讀的 就是一個快樂的追求浪漫自由的 一個什麼違反禮教 然後要革命的一個故事 我想恐怕把它讀得太簡單 所以我們寶玉事實上是要經過 這樣一個成年禮儀式 那他要經過很多的打擊 在他的這個起務過程中 有非常多細膩的 可以再去考察的 他心靈變化成長的若干優微的狀態 那所以呢 我們先簡單把迷宮的意義說到這裡 所以簡單的說明 為什麼怡紅院要裡裡外外 被設計得像迷宮一樣 那就是因為我們寶玉進入大觀園 根本上也就是在這個起務歷程當中 所謂的這個起務階段的一個體現 所以他必須在迷宮裡 那果然呢 我們之前也提到過 我們怡紅院是不是又是 園中水流的一個總會所在 對不對 而那些水我們已經提到過了 紅樓夢也說得非常清楚 所謂的女兒是水做的骨肉 好 那所以呢 女性跟水又連帶的發生了 本質相通的關聯 那我們現在在補充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研究 這是楊如斌先生的一個說法 他說呢 在中國先秦時代的諸子思想 注意喔 諸子喔 不只是儒家喔 道家什麼都是喔 水是有就已經帶有一種呢 很獨特的一種象徵意義 他包括什麼呢 包括創生注意 跟再生都有關係 所以迷宮也是死與再生 自我重新誕生的一個意象 所以他會被視為是母親的子宮 原因就在於這裡 那他又代表深澳注意 所以他又同時代表女性 代表自由 代表消融 消融什麼呢 消融很多的對立 深深的消融 自我意識的尖銳等等等等 然後呢 這些特性根本上 全部都屬於一種童話意象 所以童話是這個童話 就是指他們根本上彼此是 完全本質相通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呢 各位就不要忘記了 為什麼怡紅院 他必須是慶芳熙的總會 為什麼大觀園中 只能夠住著其他美麗的少女 事實上是環環相扣的童話意象 好不好 那所以呢 我們下面就要再注意到 另外一個 怡紅院獨特的 唯一的一個擺設 那就是所謂的大鏡子 你們大概沒有注意到 在我們作者從賈政的遊園 到劉姥姥的逛大觀園 由外而內的 讓我們看到的這些 各自獨立的屋設他們的獨特性 那麼在這些種種描述當中 有沒有注意到 只有一個地方是設有大鏡子 就是怡紅院 那那個大鏡子是不是在 賈政遊園的時候出現過對不對 在劉姥姥呢 迷路的時候闖入怡紅院的時候 是不是也出現過對不對 可是其他地方通通沒有提到喔 那這究竟又是為什麼呢 來 我們還是請大家 來看一下這個第17回 我們在這邊給大家做一個補充 請翻到這個是第264頁 這個是這一面大鏡子第一次出現的時候 那請看最後的那一段 他們就在這個迷宮中到處尋找出路 結果走到一條門前呢 一到門前呼見迎面也進來了一群人 都跟自己形象一樣 卻是一架玻璃大鏡相照 有沒有 這是這一面鏡子的第一次出現 那別的地方都沒有這樣的一個大鏡子 可以把人整個映照出來的 所以來 我們先請各位看一下 我準備了一個圖片 那什麼叫穿衣大鏡呢 那個穿衣大鏡跟我們現在常用的 比較是西式的不大一樣 那麼再看我們的這個螢幕 好 這邊這個是在宮廷裡面的 好 請看一下 這個是在那個紫禁城的皇宮裡面的 這個就叫做那個穿衣鏡 這個就是穿衣鏡 然後很大一面對不對 幾乎是佔了半面的牆 那旁邊這邊有所謂的出腿 就是像人有腿然後伸展出來 因為這樣讓他的底盤比較穩固 這個就是穿衣鏡 我跟你們講我個人的感覺 我看了這些很多皇宮中的 這些實體的拍攝的照片 裡面的各式什麼看啊 鐘錶啊 鏡子啊 看完了之後都覺得 我現在住得好像還比他們好看 就這種感覺 可是這是皇宮等級的用品喔 所以每個時代真的不一樣 不要用我們的標準去評量人家 好 這個就是所謂的這個穿衣鏡 那你們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一群人走在那裡會發現 迎面也走來同一群人 原因就在這裡 那為什麼我找皇宮的原因 主要就是要提醒你們 來 怡紅院之所以會設 這樣的一座立地的 能不能跟人一樣高 可能更高的這樣玻璃大徑呢 當然第一個 他顯現出假家的富貴豪奢 對吧 沒有這樣的等級 有這樣的經濟資本 你不可能去有這樣的擺設啦 這個當然是無庸置疑 那麼第二個呢 我想要請你們注意的就是說 這個禁止本身 當然一直都有非常豐富的象徵意義 無論是從佛教啦 甚至從那個中國傳統的 這個莊子的這個道家的這個思想啦 實際上呢 他都很清楚的告訴我們說 這裡面是蘊含著智慧的 好 所以簡單說 禁止本身是不是有虛於實的一個並存的 一個最奇怪的現象對不對 那麼虛實並存相生 他根本上呢 也就是所謂的真假對立的矛盾統一體 對不對 禁止外面是真 禁止裡面是假 可是兩個人又完全 兩方又完全不能夠區分 這是一個什麼奇怪的現象呢 人必須要陷入到這種矛盾辯證之中 你才能夠發展出智慧 那所以呢 這個禁止為什麼要安排在怡紅院裡 那當然也是因為整個故事當中 要受到這個起悟的對象 只有寶玉對不對 所以他的住所一定要有這一面禁止 那當然啦 我們這個禁止也常常被體現出 這個淨花水月的虛幻性對不對 不然你看淨花水月這個詞裡面 是不是就有一個禁字 他就要告訴你這是虛幻的 那麼人要知道這個世間其實是一個幻象的話 那麼禁止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媒介 不然我們常常誤以為 你現在眼前看到的就是真實 恐怕未必 透過一面禁止你就該知道 奇怪為什麼這個虛幻的影像 竟然是這麼的逼真 你就會開始去思考 真與假 這中間恐怕不是那麼樣清楚可以判別的 那麼我們真的要迷現在一個 我們眼睛可見耳朵可聞的 這樣的現實世界嗎 你真的要以為這個世界是唯一真實的嗎 這麼一來 我們的智慧的巫視唐望 他就會跳出來告訴你很多的道理了 真的這個世界只不過是別人 在你心中所做的描繪 當你說世界是怎樣怎樣的時候 那只不過是你接受到的 這個世界的一種描述而已 他並不是世界的真相 但是我們大多數人從不體會這個層次 我們就一直活在一個現實生活的潛攤當中 然後終其一生 那這個就是我們很多的智者 那麼認為這真的是一個 自我陷膩的一種迷惘 那所以有一面鏡子某個意義來講 就是提醒我們 你真的不要陷入到一個真假不分的狀態 好 那當然啦 這個鏡子又很矛盾的 他同時呢除了告訴你什麼叫虛幻 可是他同時又告訴你什麼叫做本相 一個人要怎麼認識自己 我問你 你怎麼知道你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的眼睛沒有辦法反照我們的形象 讓自己去認識自己 所以我們得要靠著一個什麼東西 來幫助我們認識我們的形象 當然就是靠鏡子之類的東西對不對 所以這個鏡子某個意義來講 是讓一個人從完全的主觀自我當中 跳脫出來可以用另外一個旁觀的眼光 來自我反照自我覺知的一個重要的憑藉 所以這個鏡子本身某個意義來講 他可以說是一個人從主觀的自我要超越出來 懂得在交互主體的狀態當中 認識到自己的一個狀態 然後不以自我為全然的世界的中心的 一個有效的工具 那這個當然就被一些哲學家用來論證 一個人怎麼樣從小孩子變成大人 一個成為大人的人 他就會知道說我不是世界的中心 我其實是眾多的主體中的一員 然後你就能夠所謂的客觀的認識自己 懂嗎 而不是自以為是 那要怎麼樣客觀的認識自己 當然透過鏡子 鏡子是一個外在的一個照見 可是鏡子的象徵也同時可以告訴我們說 你可以從心靈上面透過第三者 透過外界的眼光來對自我呢 有一個客觀的認識 通常人因此也才會獨立而成熟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來這邊有一段話來跟你們分享 事實上呢 這邊都是我引述找到的一些有關鏡子的哲理的象徵 那麼這個是一位西方漢學家 魏門先生 他說事實上在中國文化裡面呢 鏡鑑的意象 鑑也是鏡子 鏡鑑意象涉及三條思想脈絡 一個呢當然是佛教 原始佛教裡面呢 把鏡子當作心靈的一個體現 就是心之相 那麼另外呢 在其他的各個宗派裡面呢 那鏡子的重要性呢 當然也就非常的高 各位你們是不是還記得很有名的慧能 跟神秀的那個互相較勁的那個記句有沒有 什麼什麼什麼心如明鏡台啊 一個要實時勤服飾啊 一個更高一籌啊 說他是什麼心非 好 這個你們都會背 好 所以呢 在佛教裡面鏡子本身就是一個意義非常豐富 而且他就是代表智慧的象徵 好 那這些我們都不講 總而言之簡單的說 古人呢也常常用鏡子來作為預言 所以換句話說簡單來說 鏡子呢作為第一個就是心之相 他是一個心靈的一個呃 一個呈現的一個對象 另外一個呢 他常常會被作為名譽 一個明白的一個說明叫名譽 另外他會是一個預言的工具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一個說法 那麼我下面的引述一個比較 我們比較看得懂的說法啦 那就是來在佛教裡面 這當然佛教的用法最多 那從佛教的各種經典跟論述當中呢 對於鏡子就有很多精緻而複雜的譬喻 來呈現了複雜的哲理 其中請注意最重要的呢 就是以鏡來預空 這是一個告訴你這是幻象 那麼這世間所有的一切都是以空為本質 那鏡子就是一個如假包幻的一個最佳體現 你明明看到他那麼真實的存在 可是他的本質又是空 背後什麼都沒有 所以為什麼他會被用來預空呢 就是因為他容納了有關空的種種複雜內涵 那尤其是般若一系的這個佛教經典 那麼都把這個譬喻的各種意義 發展得非常豐富 綜合說來呢 這些思路啊 總共呢我們可以用簡單的話來說 第一個就是鏡中本來就沒有實相 所以它就跟空性一樣 而這個就是佛教很重要的一個理論核心 那麼鏡中的那個形象是隨緣而成的 那麼就好像有相 就是假又成為真 那麼鏡中象呢是轟騙人的那種假象 那就好像有人撿了一個鏡子 然後看到鏡中的人像以為鏡子的主人來了 那慌忙就扔下 然後主人又不見了 所以意思就是說這裡面真真假假 然後呢於是人們照鏡見相 那麼這個我們就不念了 總而言之你成免於鏡中的假象 就如同陷入虛假的世界 那你還為這個虛假的世界而發狂而成膩 不要忘記 也是佛教的一種點化你的方式 那個叫做白骨觀 知道嗎 好 就是你去看背面的那個白骨 那才是真相 你不要著迷於正面的那個風流鳥挪的女體 那個基本上就是會引你誘入歧途的假象 那可是沒辦法這個白骨觀顯然呢 對賈瑞這種執迷不悟的人是沒有用的 所以他必須要給聰慧的這個王孫公子來照看 那賈瑞無緣最後就送命 好啦 所以我們這個賈瑞 不願意接受白骨觀的點化 讓你知道任何美人其實都是一副白骨 你就不會著迷了吧 好 總而言之 可是人很可怕喔 可是是真的嘛 所以呢 我們鏡子可以告訴你 這個其實是一片的虛假 那這種情況呢 其實就是在闡述空的這個意涵 好 所以最後來 我們來看一下幾段話就好 那麼其實呢 我們的這個裝子裡面 也有提到鏡子的這個意象 在印帝王裡面就有說 請注意喔 他用在智人這個最高 有最深的智慧的這個類型上 他說 智人之用心若靜 不僵不贏 硬而不償 故能勝物而不傷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在裝子就道家這個系統裡面 鏡子也是很重要的一個智慧的象徵 那這個說來話長 我也不是一裝子專家 總而言之在告訴你們說 鏡子其實它作為一個智慧 是非常豐富而複雜的一個 複雲的一個物象 然後呢 請注意最後這一段 我就是要告訴你們 鏡子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我們所謂的鏡像 可以讓人從自我的主觀意識超離出來 然後能夠學習到一種 用外在的眼光來客觀的認識自己 這個是一個人的成長很重要的一個 必要的一個階段 所以假使運用得當 鏡子可以協助人們呢 進行人與自身的道德思考 好 那這個時候呢 鏡子就是認識你自己的工具 你們知道嗎 認識你自己 這句話是大有來歷的一句重要的真言 認識你自己最早出現在哪裡知道嗎 就是希臘神廟 Delphi神廟門口所捐刻的一道智慧的這個真言 因為希臘你們知道周圍不是愛琴海嗎 各種島嶼有各種海巷的翻騰 他們要出去經商或者是戰爭 都非常希望有這個天上諸神的島嶼 所以他們就會到那個Delphi神廟尼 去祈求神域 去祈求那個Oracle 可是最有意思的是說 我這座廟當然是要告訴你神域是什麼 告訴你命運該怎麼走 你會比較安全 可是我門口就刻著這個字就是 To know yourself 認識你自己 那意味著什麼呢 告訴你說你用迷信我神也可以幫助你 但是你可以不要迷信 你很理性的好好的了解你自己 認識你自己 你自己就會知道該怎麼走 所以我覺得智慧在希臘 可以那麼樣子的被開展出來 那真的是很有意味的一個 所謂的那個哲學的突破的時代 好 總而言之把這段話念完 鏡子是認識你自己的工具 他要求人們別把自己當成上帝 要了解自己的極限 不要傲慢 讓自己變得更好 因此他的鏡子並不是模仿的被動的鏡子 而是轉化的主動之鏡 我覺得寶玉的鏡子在這裡也有這樣的意涵 你終究要離開大觀園 你終究不能以為這個世界都是以我為中心 所運轉的一個美好的一個子宮般的世界 不是 你只是這個世界中的一員 你要遭受到打擊 你要遭受到孤獨 你要遭受到很多的創傷 這個才是人活著的真相 所以寶玉終究要離開大觀園 而離開一段之後呢 他的起悟歷程就會進入到 另外一個超越的階段 所以我們最後再補一句話 奇怪 我們最後好幾句話 好 來 這邊我們補充一個 真的是最後了啦 放羊的孩子總是有說真話的時候 那麼余英時先生呢 他有一句話講得很好 他覺得為什麼遺紅院中會特設大鏡子呢 而別的地方都沒有 他說這就是因為這一面遺紅院的鏡子呢 如同整部《紅龍夢》 最初所發任的那個原始創作 也就是要給賈瑞點化他不要執迷的 楓月寶劍 那楓月是不是就是跟男女有關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裡面涉及到女性 涉及到重回母體 涉及到起悟 又涉及到這個認識你自己的一種自我的超越 那這個鏡子當然就有非常豐富的意涵 而他為什麼設在遺紅院 當然因為他就是保育要成長不可或缺的工具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裡